好的 歡迎收看觀眾朋友 交戰周圍到2021的我們亞洲 亞洲盃 我們目前來到了 白英神尊區四強的第二吧 沒錯 剛剛阿可沒聽到 一樣大家回到了這場比賽 我相信阿可剛剛沒聽到了 因為連我都沒聽到 連我也沒聽到 我也沒聽到 聽說啦 不確定嘛 有一些人員的調動 喔 難道是婚紗雙人組要上場了嗎 對 不好說 最近是換了幾個人 比賽內才知道 那 可能我怕大家到時候都看不得不太清楚 現在看4K 哎呀 直接看 最高畫質要看就看好的 是為通路最高10%的現金回饋 要幹嘛 買東西 要幹嘛 拍婚紗 都靠這一張 沒錯 這婚紗不知道多少錢 50萬直接刷了啦 哇塞 刷下去了 刷下去直接起飛 而且9月30號前 888還再給你500 各位 趕緊來刷了 太棒了 哎呀 婚紗拍拍了一個下午 好累 好想休息一下 又好餓 好想吃飯喔 吃個麵怎麼樣 哎呀 好吃的麵在大家眼前 焦蔥純釀烏醋來了 對不對 你就先讓你的另外一半 吃這個烏醋麵 就不會吃醋了 哎呀 真的 要不然常常吃醋 對 今天會是怎麼個婚紗拍法 還是什麼 我們召喚峽谷裡拍拍了 對啊 就是 現在不能人與人的連結 只接近召喚峽谷 雙人線就下路直接拍起來 哎呀 直接下路 組合雷汁阿里 究竟有沒有 我們也是跟大家 我們也一樣跟觀眾 是同樣的心情喔 我們真的不知道 對 我們只要聽了一些資訊 但這個資訊 目前看起來還沒有得到答案 自分雷汁 哦 不給 那應該是要拿樂布朗 好像是可以耶 小蝶蝶來了 來了 不僅是這個可愛幫的幫主 也是目前這個燈光使用的好手 我現在 左邊 右邊 對 左邊 右邊 可愛幫幫主 最近他這個燈光真的用得很好 我以前都很怕恐怖遊戲 自從看到他拿燈光照下巴後 我再也不會害怕了 你的眼睛特別大 好恐怖呀 不是這樣嗎 跌軌實路 你知道嗎 還有 戴安娜跟亞素 戴安娜不要演了 來 日月組合 這個是最強的了 不可能 不可能不是戴安娜 一定是 來個完美combo了是吧 一定是 是 不然我們打賭吧 哎呀 要來 賭五碗泡麵 哎呀 這裡賭啦 直接賭了 五碗泡麵 五碗泡麵 哎呀 一定是戴安娜 沒錯 他是柔衣 時間還有兩 欸 好了啦 可以來啦 這裡是五碗泡麵 哎呦 現場交易 我用指定通路送來的 哎呦 五碗泡麵 完全不含空 哎呦 各位 這現場的 給了吧 給了吧 給了 你還要想湊我 我撐出去 我撐出去 哇 你還想湊我啊 撐出去了 撐給觀眾 撐給觀眾 撐出去 哎呦 哈哈哈哈哈哈 夾子緣 最後 哇 怎麼不是 哎呦 塞安娜 哇 抓了一個優移 雜人去打野啊 靠自己啊 靠看群裡面 要冒擊飛 我自己來啊 然後是牙樹打下 小胖就踩逆命啊 天啊 完全變威 這兩隊是 這兩隊是瘋了吧 哈哈哈哈 變威大法 蛤 很冷啊 因為我剛剛之所以說 我這麼肯定說 最後一定是丹娜的原因 就是因為沒有人擊飛 對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個是 有辦法讓牙樹進場的角色 沒錯 這場 沒有又換回來了 沒事 什麼意思 阿萱打上路的 然後他拿了柔衣 然後中路這裡要去牙樹 中路是牙樹 至少很努力 雙方又可能要有個換位的戰法了 大哥怎麼可能出門在外用戰的 不可能嗎 小弟一定會幫忙大哥 把椅子都先準備好 但是大哥有時候難免都會一直要起立 這時候怎麼 再把椅子給旁邊的小蝶蝶做 哎呀 再輪流傳下去 大家總有人可以休息 你看傳承 就是一代一代 一代一代的傳承 沒錯 現在傳起來 利用這一個電競 幫你塑造出最完美的一個傳承 四代的交替 而且折扣下去 折700 9290就可以拿走 還有龍魂警診 跟這個專業級的視訊 上一把 98現在有15%的人跑票 難道在你們心中 這個婚紗組合不值這15%嗎 沒錯 難道是阿偉的粉絲嗎 阿偉沒上陣了 我就不投 對 這時說不定阿偉開台 在看節目了 他可能在跑賽車 沒錯 或是踏進這地方 他在踏進這地方了 所以你們都跑去了 是嗎 而且這真的是兄弟齊心 上把哥哥這把弟弟 弟弟也可以登場 真的 我沒發現 輪流登板 難道他左邊也有一個想法 唯要加入兄弟幫 沒錯 正在考慮 現在風頭浪尖之上 有點太痛苦了 趕緊加入3D 但3D也倒了 3D其實早倒了 怎麼辦呢 完了 不好說吧 新一代的兄弟幫 現在要認大哥了 可能要看看有沒有換了 往前滑 是一個二等打一等 韋哲根本沒得對 另外一邊是打野的一個相遇 三打三 雙方上路都在嘗試著靠過來 狼人一口咬 李星是完全打不了 插了一個眼睛沒有辦法 只能閃現 再摸一個隊友 趕緊離開之後是一個TP的感到 來自的匿命 5P的一個優勢 但後面的傷害其實很高 一張黃牌直接被刷了 擋住了 弱的操作直接打殘 RB只能趕緊撤隊 TP過來 在清小本 並沒有任何的能力 Q進來沒刷到 插下普攻 點到TP回來 韋哲要繼續對線 千小本好強喔 大哥沒有輸 沒錯 水瓶都已經喝掉了 大哥是不會輸的 大哥總是在 這個什麼 這個背景 什麼不好的條件下戰鬥 沒錯 在這裡都早上了 還有一個暈暈到的小姐姐 被流途交了一個閃現離開 到底怎麼掛在小兵上啊 出什麼事了 哎呀 被這裡出事了 想要掃旁邊的人啊 被下路給擊殺了 狗皮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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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勾一個砲射過去 妹罪直接收掉了超負荷 哇 大哥倒了 哎呀大哥倒了 這一波 感覺狼人在發呆啊 為什麼狼人不先動他啊 哈哈 就是我覺得有可能是 這個 Bait 合理化一點叫Bait 再來攻擊 左上角 左下角有用的畫面啊 大家看一下左下角 剛剛已經打擊殺了 那這是封牆的威能啊 就是 擋掉很多的指向 操作不錯 但後續還是被打出電行後 普攻擊殺 而且這雙TP的優勢 在前期提早的發揮出來了 對 那剛剛因為畫面很亂啊 那左下角剛剛有一個小點 小點子就是說 這個 Gag擊殺 牙塑死了啊 這邊要殺嗎 但傷害不夠 還有一張黃牌 還是很合理的事情 沒錯 來看一下 這裡是光過來插眼就被抓到了 往前拍到一個掃糖腿的緩速 哇 就從buff黏的 也沒有閃現了 牙塑這裡是 只能回頭望啊 那這場比賽 小點子打起來 目標是要抓超負荷嗎 傷害能不能夠灌死 一直跳過來 這裡小點子是直接往前一波的傷害 勸退 不要動我的輔助 哇小點子這個什麼 愛撲心切 沒錯 後面兩批 是逆命的大 一張黃牌直接判你出局 但千小本也有點危險 賊動我們大哥就是一定要死千小本的薄命 沒想到沒死 反而還搭著rp過來 直接拿下了個double 哇 這個已經是 另外一邊 哎呀 怎麼啦 他是不是亡火自焚呀 哎呀怎麼 吃了一個火自爆啦 哎呀 這是不是在暗示呀 這是不是自爆啊 哎呀 雅樹是不是自爆 弟弟在自爆是不是啊 奇怪 剛剛那個對線看起來都結束了呀 事情都結束了 怎麼又回來自爆呢 怎麼高歌都已經高歌離席脫離戰場了 啊結果一回來被火燒了 怎麼回事 想開支線是不是 哦來看一下哎呦 一起高歌離席 一起回家 時間算得分秒不差 你不說我以為是差亞瑞空特 來看一下 這一波就對線的這個小兵嘛 小兵波 然後被踢了一下 拉往後拉 那到底要不要滑上去 哦往前滑了 對普攻 但是四人打五等 一個風牆對於 完全沒有用 對卡蜜爾是完全沒有用的風牆 對然後鋼鐵勾生 因為他風牆已經化完了嘛 那這個 就扛 我覺得他是在換血的過程當中 他那個後排炮車啊 加 遠程小兵還是有在持續的對那個 牙術造傷傷害的 沒錯 哇他這個牙術 很有勇氣啦 我只能這樣講 被踢到啦 五等打五等 RB直接黏住 想爆打 哎呦 超佩哥 海瑞斯晶體結界 完了 這個牙術是帶點燃的耶 很兇 是哇這裡讓他們去快樂一下 這裡上半步要直接幫助韋哲 直接打通線啦 這個打通線 牙術很痛苦 會被踢在牆壁上喔 一張黃牌這裡 感覺是先接R再接黃牌 那牙術的風牆一定得先化的喔 黃牌有沒有跟上 黃牌也有 黃牌沒跟上 但是被桃桃姐掃掉 已經被牙術踹在牆壁上面的 沒錯 另外一邊是趕過來啦 大哥 很好欺負喔 這裡 抓到了超夫2就是輕鬆殺 哇大哥又倒了 大哥這裡好像牽不太住了呀 那我還可以說大哥沒有輸嗎 大哥032 但整體8比4 經濟差5000塊 哇 大哥沒有輸啊 大哥沒有輸 大哥總在這種陰暗的角落跟你們戰鬥 沒錯 在這黑黑的地方沒有視野 看得出來 靈敏甲姐直接針對上路情況下 下半步是直接放生 噢 蝶蝶 來了 現在想要抓小蝶蝶 但趕緊來是一個千小本書的人 歐印想要殺掉伊德瑞爾 沒問題直接殺掉 但下半步死的同時 上半步的牙術也沒了 哇 怎麼啦老弟 怎麼這麼狠啊 甲子園 別人都要退了呀 哎呦 這個時候大哥登場了 哇 一波合作 繼續追吧 繼續追吧 嚴肢呼吸 來了 終於有人來救上半步的牙術了 哎呦 嚴肢呼吸 勾到一個刮牌刮刮 終極奧義 直接砍過去 都很好 突然一個閃現的純粹夢 哎 我們小蝶蝶 年輕的很 這個反應他可能躲不掉嗎 什麼大風大浪沒有見過 沒錯 對面的想法也太可愛了吧 對還想抓我們這可愛幫幫主 怎麼可能 左眼右臉剛剛都一起躲掉 笑死 想丟他的左臉丟他的右臉 丟不到呀 很秀啊 虐蔡姬一樣啊 沒錯 在另外一邊 直接一個日本聖盲炸到RB 後續的傷害神經病兜蝶 哇第三個 但RB沒死 這CC效果很好之後 是TP下來的偉澤 目標是誰 先把鉤魚給留住左邊 雷歐娜看起來得死了 遺棋了一個倒地 小點睫的感到 利用時間圈認對面柔衣的位置 卡米爾還可以追嗎 剛得勾射 沒錯 這裡勾一下 哎呦 掃堂腿 小睡 這裡抓不了了呀 阿B還可以嗎 但他有眼睛可以溜嗎 沒有 身上沒眼了 但李星也不會死 摸了個隊友 走啦 金牌 中踢 往前一套 直接死 但壓速起飛 被永安張給緩了一下 滑行往前收頭 但另外一邊的韋哲 直接封住了窄口 那弟弟跳進來 租了窄口局 看起來觀光團是很難去打了 狼狼往前一次恐懼 三個非常漂亮的操作 但隊友跟不上傷害 柔毅已經沒魔了 看到沒魔那個狀態 直接衝進去一腳韋哲 腳刀踹死對面的柔衣 喧消失之後 在二塔前的跳舞 這壞塔都沒跳 都沒掉了 韋哲在二塔跳舞 再一個勾射 直接踢死 看一下妹這裡能不能將人頭給拿下 爆彈的傷害夠不夠 阿Bом 沒死 一絲血 沒死 這裡還有勾射走啦 沒魔了 全部滴血再一個泳霜 直接定住 選擇塔後的強殺 有脾氣來了 狼人家壓速 我復古的外號啊 來了 完了 沒了 我復古的外號從這個什麼 64強就有了 但我狼人現在要死了 沒用了 哇 你有掛 關了呗 對 他那個勇雙先定三個 開採 又定住 日輪生我現在沒中 再跳 李星救 直接踢死 完蛋了 哇 大哥來了 直接一個勾住 兄弟們打 我只能說三個字 How to lose How to lose 呀 我覺得給這個黎明家子元這個 四個字的評語 就說 風靈火山 哎呦 他們的打法跟他們實力就是什麼 這個 極如風 徐如靈 侵略如火 不動如山 哎呦 就是他們想打得很放蕩不羈的時候也可以 要打這種地圖支援的話 打得很像閃電戰也可以 要打這種極限團戰的時候 也是侵略如火 但是要打穩拉後期的時候 叫做 不動如山 哎呦 這麼秀的 大家各司其職 每個人都可以擔任一個很好的職位 對 太厲害了 沒錯 再一勾 又是超負荷的往前直接留住了 勾皮用牆終於敲到了後排 右環之王再定 這裡是直接秒殺的一個狼人 但前方的超過可能要被秒殺了嗎 殘疾的情況下 加速靜忍等隊友後面的一個收頭 哎呦 往前那波追擊 Maze也直接是被RB給貼近了 無奈的射 用走位躲掉了一個虎啸龍 但持續的射擊 裝備並不足夠 被正面直接A死 中路無衛也已經被屠殺 這是一波A死了 沒錯 這張往前要抓 針對的是小姐姐在豐勇而上 哎 誰動大嫂 開扁 開扁 兄弟們上 兄弟們 旁邊有人動大嫂啊 處理一下 真的 這個就是中上也在玩這把遊戲 是 閃現了一張黃牌 命中狼人 要直接死了 難道他那張卡射出去 是中國信通的英雄聯盟的聯名卡 哎呀 中到對面 對面直接去買了 所以直接死去 又來了一張 太聰明了 再往前勾流 再一張 要連續的收下 在這裡 大哥倒地 他現在死了五次 這是大哥離開的第一天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他死了 完了 哎呀 大哥雷啦 哇 這裡 靈敏甲子園 至少在中路 還是開天屁地 可以啦 可以啦 你看 十二零十一嘛 為什麼十二三 又有十二款授權卡面 太聰明了 逆命與ASF 這個星座發牌負責人 對 哎呀 來了 繼續發牌 二十一 沒錯 二十一比五十七慘吧 哎呀 這麼一看 現在這逆命 現在很逆風欸 對 逆命跟亞素現在對比這樣 CS 仿不讓我看到有點像是 陣戰跟搗戰啊 右邊的比較多啊 為什麼呢 那一定有陰謀啊 一定有陰謀 一定有陰謀 一定有在射擊啊 又是一勾 大哥的勾子 大妹的隊友一個TP 正面來襲來這個韋哲 而且黃牌已經捏好的千小門 就是正面直接流出 要被秒殺 那把千小門吃了一大堆的傷害 是直接被擊倒 但這一波並不影響 林林佳志炎繼續的高跟猛氣 由這韋哲蓋蓋住直接流出 琉娜 琉娜知道自己將死也不動了 另外一邊 神夢宇睡到康達的韋哲 會死嗎 躲掉對面的一個Q技能 閃現過來利用W去做傷害 最終韋哲還是沒死哦 哇 這個你看後面這個細節 大哥就是貼心 怕韋哲被塔打到 他是扛到極限 大哥很扛 那這裡RB可能剛剛也準備 要來帶來一些舞蹈 那一支舞我也跳過啊 我還跳了兩次 你已經加入了呀 哇 我跟你講 那個舞蹈這只有靈跟無限次 沒錯 這只有靈魂 就是個詮釋感情啊 我跟你講 我第一次的時候 可能人家說我是無情的機器 沒錯 他第二次我是帶著愛在跳的 沒錯 感情都滿出來了 哎呀 我覺得兩萬更高的話 可能要到兩萬六到兩萬七吧 因為這可以買三張椅子 哎唷 兩萬對兩萬七 差不多就是三張椅子了 還有抓嗎 這邊來自了一個柔衣的poke 傷害實在是太低啦 就那麼刷過來 劉娜可能要倒了開的日時 撐住了最後一波 吾文蜜蜜已經開大了 我已經鎖定你 有沒有飛 選擇飛了 但飛的比較安全的上半部位置 現在已經是不公平對待了 就是原本正面團戰打還有機會 但是這如果無拍的話 奧夫爾又是用自己的命 直接勾了進去搭配隊友 哇這一腳直接踢掉 狼人半血 韋哲這傷害是直接爆表 拿下了一個Double 在蓋住小炮 想跳躍的Maze 被接下了是一個Table 拿下了一個Quadra 韋哲目標是他的PENTA PENTA 他PENTA正在往外跑 這雅蘇完全不給機會 一張黃梅牛在欠小本 一 鋼鐵勾射是在等待嗎 打三之後飛過來掃藏水 這是來自為主的PENTA PENTA 哇很夠意思耶 兄弟棒不愧是兄弟耶 兄弟義氣 我們的crew不太講道理 直接來了 哇太6了 對不對 不得了 國外tour 呀呀 在看什麼 6 你和我 走一波 來了呀 要來結束了 哇這個是走一波啊 這裡走完了 準備要看一下最後的主堡前進攻 人家死的都是飛快 哇主堡螺螺出來 21分鐘 炸魚局啊 已經夾子圓的速度 可以是越來越快技能全速的交往 但他們還不想跟大哥說再見 持續的等待對面再一次的交戰 但很無奈的時間 後面的小兵反駁都拿著板手 因為他們準備要來結束這場比賽 恭喜黎明甲水2比0帶走的對手 前往明天的冠軍賽程 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 是這是非常重要 來看一下這最後一波 這需要看嗎 就是 這看一次真的少一次喔 真的看一次少一次喔 現在要看這經典是什麼 後面那個大哥被舉起來 他好像沒死 還有上到虛弱 沒錯 這個叫做頂級的意識 然後還有一個磨的盾 就是他有理由磨開最後盾 是 這又是一個追殺 為了五連殺 兄弟幫兄弟守舌 第一條 沒有人呈現啦 第一條的話 千小本應該要拿黃牌 把這個頭收啦 我以為第一條是 不可以動兄弟的女人 看來好像都不是啦 那在這場比賽的話 打得是非常非常迅速的 稱讚一下左邊的下路線吧 我覺得即便是 中上也爆掉的情況下面 他們下路線還是有積極的找破口 是那也是要做嘗試 那在右邊的話 我覺得韋哲依舊 打出了很好的操作 但當然 MV我們正常是交給了 小本小本千小本 卡牌大師玩得好 沒錯 那每一張牌都是智人於四滴 在對面來說 基本上撐不過他 一張黃牌後的持續輸出 沒錯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玩 但是 狼人我覺得 以第一把的比賽來說 他不是一個不能玩 沒錯 但很明顯不是強勢角 那現在的版本比較強 比較要求的是 你的碰撞前期要夠強 因為我覺得這個版本 現在是一個打野遊戲